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电动截面刷它长得跟克莱利真的是一毛一样 价格却连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只有79块钱 还真别小看这79块钱的产品 里边内阳和克莱利长得一模一样 原理都是磁悬浮振动 两个磁块带动前面的金属片共振 至于为什么差十多倍的价格 可能是差在防水和外壳上了吧 菲利普的这一款就简单多了 马达带动齿纹转动 带带的刷头左右摆动 谈品我们看完了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测评吧 第一项当然是测清洁能力 以彩妆为代表 来看看手洗和截面刷洗的差别 在镜头里可能不是很明显 清洁力最高的是菲利普 明创优品和手洗的都有眼线笔的痕迹残留 克莱利因为边缘刷毛不动 所以边上留下了没怎么洗的彩妆 第二项是温和程度 我们先来看看截面刷的参数 看完了机身参数 我们再来看看在开启仪器以后 截面刷是否够温和 在豆腐测试里 明创优品的刷子是最温和的 菲利普的简直是在甲豆浆 眼看着豆腐就变成了豆腐糊糊 清洁力和温和程度都测完了 最后我们看看用截面刷洗脸 可不可以促进化妆品的吸收 这一项我们测一下补水效果 三位小哥哥半张脸手洗 半张脸用截面仪洗 洗干净脸以后拍上化妆水 等五分钟后测一下两边的含水量 然后再等两个小时 把三位叫回来再测一边含水量 用克莱利的小哥哥 使用截面刷的一边 掉水反而更快 其余两个小哥哥 用截面刷的一边 含水量掉的都比手洗样慢 总体来说呢 清洁力最好的是菲利普 这次让我们比较吃惊的是 性价比最高的竟然是名创优品 它的刷毛很软 被千分指加了一下竟然比了 内部原理和克莱利一模一样 还送了一部刷头 重点是 就算用坏了 再买一个新的 也不过就79块钱呢 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